太多了,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可以观察一下。 也不是西医的讲,感冒不持有多喝水,请天自然就好了嘛。 它有它的道理,西医上是认为病毒,因为我们这里不讨论西医问题。 那么真正要治理,还要落到这点上来,就是要落到根上来。 只有能够落到根上,我认为,那么中医才能够得到复兴,才能够得到复兴。 就回到正路上来了,这还不是的,简单的派和派的问题。 不是这回事。 所以,在很多,尤其写文章也好,在一些词典子书也好,那么都谈啊,秦恩徒师啊,那么他们是读书意志的。 在一家是读书意志的。读书意志在哪方面呢?就是它的力和它的勇,是读书意志的。 读书意志在哪方面呢? 那么从发病学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开始谈到了看中医的极端重要性,是立民之根本。 所以翻过来看,在发病学上,都是由于折衣养受胜而导致的。 所以,顽兵将于生于以愿养起。 所以,正经安心啊,顶佑晚端,发育意愿。 顽养以愿者,而且关于以其应朔,以其应朔,并及生业。 并业者,并持其业。其业者,周生取口之大用意。 人家说得很明白了,已经讲了。相当明白了,在《义法源通》里面。 这么明白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理解的。 所以,顾时啊,顾时认为啊,认知生,我们人的生成啊,是本与父母的争气,挥霍华余,而成性的。 无关对黑局比,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就是看忠这一样之气。 由于看忠这一样之气,能够从与周生。能够从与周生。 到我们全身啊,那么我们这样才有明和理,才能够理明。 那么,人之所以能够生存,而不发病呢? 所以能够从与周生存,而不发病呢? 也传来啊,看忠则一样之气,华生精血精液。 所以,以营养我们无掌路覆,十字背黑,无关糾巧。 那么,清方错失就是这样。 一个人知道一样的气,看忠一样的气,那么他身体就很健壮,他气就很厚。 那么,一般老百姓都说,这个人脸色好不好,气色好不好。 那么,哲就决定了他的气色好与八。就是看忠,就能决定。 所以啊,看忠则一样气啊,他旺盛。 那么,外边的血气、录音,就不可能清晰他。 内在的气情呢,也不可能相绕他。他克制得到自己,他成熟得起。 所以啊,他仍然会生安而体配健壮。 所以从生理上来讲,人没有看忠则一样气,那么就不可能生成。就不可能黎明。 所以,不管是内血也好,外血也好,都是由于啊,生伤了我们集体的这一元氧气。 从而呢,导致发病。 那么,这一点啊,给教材里面谈到的啊,正气的枪作。 正气枪,这些起不相情。 那么,正气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实际上呢,这里面没有谈到正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正。 就是说,这没有些话等号,教材里面也绝对不可能,就把正气就是说成这样气。 绝对不可能的。 当然,我过去呢,就这样子讲。 在学生,就没看到教材讲。 哦,大讲刊中一样,大讲远气。 当然,这就犯规了。 人家学生就,这个宣传帝后的恰恰就有这道题。 那么,这不是一回事,那宣传帝你就宣错了。 宣传帝没有这个大案的。 首先。 所以啊,这个气,就是看中一样气,我们人生的样气,元气, 能够成我们人体一天,我们人就能活一天。 那么,这个气如果一带衰,我们人体的生成,你本里就衰。 如果这个气不存在了,那么,人也就不存在了。 就自由驱阔了。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帮劝这个气啊,要使其他不受到伤伤。 那么,这样呢?才不至于生成疾病,才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集体。 那么,这个是就从看中一样这一点来看,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光有这样。 那么,他只是前提。他还要依靠什么?说我们人体啊? 还要依靠食物的养气。 食物的争气。来,食物之。来,养之。来,养之。 食物的养气。来,食物的养气。 那么,我们吃的水果,吃的水果,你争气。 怎样?他也和我们养的还有争气啊? 因为它也是生物啊,给我们人体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人体接受了什么? 接受了它的争气,而养了我们人体的争气。 因为食物的争气,它是并天地之争气化生的。 你看,人是个小天地。在整个大的天地后头,人是个小天地。 食物,同样它也是个小天地。 但是我们人要用它这个小天地里面的争气,来养我们人的争气。 要用动物它的争气,来养我们人体的争气。 我们人体就长死。我们人体就看见。 所以,食物水果的争气,它是并天地的争气而发生的。 它跟我们人生的争气是本同一起的。 所以,天地争气而人的争气,这两者相活。我们人呢,才健康。 所以,人得死这生。不得死这世。 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这个死就已经回到另一个层面来谈了。 人不得死物,那么就不得生了。 我们来讲。 我们人能够接受食物水果的争气,你夺火烧,取决于什么呢? 它取决于看中意愿阳气的神算。 你看。它对后天的争气和先天的关系哈。 但是它还有一个差别在里面。 那么如果我们人体本身的争气就不住了。 你这样就不住了。 你看样已经衰了。 那么你接受食物、接受水果的争气,那么也必然会少。 得就必然会衰。 所以啊,我们人体的争气强生。 那么得天的事物的争气呢,才多。 人体的争气,那么对天的事物的争气,就必然少。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不清楚。 你要去包圈我们以身体的争气,包圈我们看中这一样。 你上上都在反他,去生他。 那么,这样身体会健康吗? 绝对不健康。 那么这就会导致啊,外血的侵入,累血的侵扰。 所以,无论外血也好,无论累血也好,就是外干累伤。 它都可以煮给我们天地的争气,不与我们人生的争气相活。 你看,我们人先天一样不久,看中一样不久,人体的争气不久。 你看,就带来了好大的麻烦啊!这麻烦就大了。 你不能够正常地去与这种事物的争取一些希腊。 这种希腊的上,那么你一样就更不久了,你就更衰了。 那么这就会主给天地整齐和我们人生的整齐,你相结合。 那么这就会使我们人体一元氧气更进一步受伤。 你看,模型循环就来了。 所以啊,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在生病。 为什么呢?就是形成了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你只能要得发,你把这个问题的点给它抓住了,这就很好办了。 这是我们从前天一元一样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发病。 那么再一个人时呢?就是对发病啊,清安如实,还认为完病不理伤害。 完病都不理伤害。 而总经的伤害人,它的增绩是什么?我们这里有很多研究,伤害人。老师。 那么实际上,张总经的一部伤害人的增绩。 那么就是奇华两个字。 这就是一部伤害人的增绩。 就是奇华。 也可以讲啊,奇华这两个字,就是完病的增绩。 奇。 阳奇的奇。 生华的华。 叫奇华。 叫奇。 我说不来,说得我。 你看,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玻璃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要去走弯路。 你这样子就很容易啊,好多问题的理解就好办了。 所以啊,就很明确地就指出来了。 所以伤害。 十三九十字啊,卸商与太阳汗碎之经。 所以,鲁金呢,是仲敬啊,他亏投了乾坤二期。 他把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仲敬,他的增绩也实际上在这里。 那么,所以这个陈庆安啊,他把这一点呢,那么是,他认识啊,按照现在讲,我觉得很到位了。 所以可以说啊,清安都市啊,他们那么在这个,就是奇华这两字上,在万兵不利山海上啊,那么诸诺文章了。 所以,离方也好,离法也好,那么实际上啊,都是啊,去揭露三阳三阴。 那么无论是三阳三阴。 那么无论是三阳三阴,他们这之间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呢,都是啊,以缘情与云性而表现出来。 比如说,太阳,指三阳三阴之寿。 他,他居于汉水之地,其寡慧看。 。 哎,坦中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我们人生第一季之分,指真无耳。 就是它是根本的根本啊,是根啊。 就如天之日,就如天的太阳亮。 太阳从水中而出,之时一样发动,真极云性, 之下而上,之内而外,以善睡今之奇遇周生。 从而呢,无是无刻,无息的,不清息的,才云性。 那么云性什么?云性就是我们以生的太阳的惊奇,看中这一样之奇。 但是一旦感受外泄,最容易伤的是什么呢?是太阳。 所以,内经讲啊,盼空这周独之官,今夜唱西华这任处义。 嗯。 那么就一样的戒令上来看, 兵器的变化,同样的,也似乎重新的。 而三样,三样,三阳,这六七循环,各各皆灵。 那么它都是幽局够差的,幽局够靠的。 所以,今天强调这一点,就是《鹿旗》,就是《鹿经》。 《鹿经》,就是《鹿经》。 你看,这个《鹿旗》就是《鹿经》。 《鹿经》就是《鹿经》。 而《鹿经》呢,分为《鹿旗》。《鹿旗》,仍是《鹿旗》。 《鹿经》,分为《鹿旗》。《鹿旗》就是《鹿旗》。 《鹿经》。《鹿经》,就是《鹿旗》。 你把这个问题啊,你好生气,理解,你搬到手,慢慢慢慢地一想,你就会相同。 你只要一旦相同了,一喊就破了,就这一层字,你一点破, 你好多问题,你就会隐忍而见。 你就会因而见 你就不会在理发上 在用我上 这整天不厚了 这行这行啦 好简单啊 给回来的太简单了 所以啊 张同心啊 他接太阳一眼气之四 能接应一眼气之中 走夜的这种循环 走而复视 那么这种奇华 云信在外呢 可以从我们皮肤 从我们毛巢 而行水起 企华信在外呢 他又可以啊 从我们的消遍 而出水起 是吧 所以 以我们人的企华功能正常 让看中之一羊羌身 企华功能正常 太阳精 就不回首席 那么外些啊 就不可能相亲 即使相亲 也不可能反人 那么这个是从外些来看 那么从对来看呢 对 气群就不可能相扭 那气群它就不会形成病例 但是一旦太阳力不住了 太阳力薄弱了 那么 所以说 提华功能就会失散 不管在一年三百六五天那一天 不管在那一个街里 露营气群都可以商认 但是这里谈到的露营 那么 就是 汉 可以商认 那么从而呢 比起气化 云性之精 从而发病 不能正常的气化 那么这自然就会发病了 那么如果 我们能够 理解这一点 能够去按照 深海如今的病情体肝 那么去 辨别 那么这就可以是些 去证实 企划功能呢 又能够回归到 三度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反复的 这个强调啊 支出了 一元真旗就是太阳 这个是 郑青安 那么明确地谈到的这个问题 一元真旗就是太阳 在这里 就伤害而降 就是太阳 太阳进一步不通 太阳进一步不通 游进一步不通 推一步不通 推两步游不通 一步还性 一步更命 在这当中 有很多 意思在里面 实际上 归结在一殿 无论它是太阳一号 它是阳一号 它是扫阳一号 它是山一号 这种命堂就很多了 在真正国 重敬的三汉人里面 这种提法很多 其实呢 都是由于 以缘又胜 最终造成的 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 天下的病 在你面前 你就心头就有数了 那么你坚决 十字八九 那么这就 击出了 我们下午时间比较长 咱们休息一刻 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青年祖师 你 对我们人生 你生理 和病理 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谈一谈 资料里 这种法则 就 执病立法 总在 抚养 抑或消音 就 总在 抚养 抑或消音 因为 你听着讲啊 人生 说是以理名者 为吃阳气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真相 看从这一样 阳气无伤呢 被病自然不作 就不可能发病 而阳气一旦受伤 群阴击气 所谓群阴击气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 导致疾病的发生 阳气无伤 阳气无伤 恶气无伤 都肯定达病 但这实际气无伤 谈到的根本 就是阳气无伤 阳气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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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兵上来讲,它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让其充足,这应其呢,就劝销,背兵不作, 让其散买呢,这应谢礼祭。 所以啊,秦安也好,六十也好,那么都是从看中这一样起, 离神、怀孙来探讨的。 它是一样,看中这一样,为本力。 所以无关是外干,露营也好。 内伤气群也好,因死脑伤也好,外因,内因,不内外因。 它们都可以导致我们人生的阳气受胜,发生疾病。 由于是有这个前提。 所以,我们执平,理法就是要重要。 由于万病都不理伤害。 所以,在荣语上,大多数啊,都是新闻利用。 生姜、干姜、粟子、柜子、肉柜,也称之为安柜。 那么这些都是新闻利用。 那么,用这些肉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去闻看中一样。 这个有因,那么这种因就是看中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去解决它这个地方的问题。 那么,表现出来的我们集体的整个变化,就会能够回归正常。 我们的很多临床症状,就会让它消除掉。 所以,用其一旦往生。 那么,我们人体的精、血、精业,那么就自然地要得到自身。 自然地就充足了。 这就达到了,用若一致病,实际上是致起的目的。 致什么起啊?就是看中的这一样样题。 因为病实际上不是的,就考虑这个人有什么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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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症状。 这个层面就太浅了。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根,你的思路一哈,就亏斩了。 所以,路实啊,那么可以说是完全集成了内经、中经、秦安的这种重量的事项。 所以强调啊,在生理上,要重视养的主导作用。 在病理上呢,就更要重视养起的神衰的变化。 你如果能够把握住这种神衰的变化,那么是什么神衰? 是央区的神衰。那么你就把握住了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央区就是华生,齐学今夜的根本。 因为央区都是由于这个根本的受伤所导致的。 所以,在理法上,我们强调要文复养起。 所以,路实有一段话,在《央区神衰能》里面,这一篇文章里面,怎么讲一下? 《央区者,乃华生今夜之本愿,为人生黎明之根本。央区的神衰成王。决定起人生欺骗的强弱于私生。 无论,无论外干路云,内伤其倾,阴死脑伤,油泥等等。都可以导致人生阳气受肾而发生疾病。》 所以,执病立法必须要去重宅温富阳气,就是阳气神衰能,明确地那么垫出来。 同时,也还强调了,执病立法在于义获消瘾的治疗原则。 执病立法在于义获消瘾,这就相当于阳光一早,天空中的阴霾自然就没有了。 很认为呢?我们学富阳,那么经验,学经、气,都能够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往生。 我们人体的丈夫、金罗以及周生的各部位,都能够得到如样。 所以,路是同样的,在资料上是礼仓,文夫养起的。 所以,进一步就提出了,"并在阳者,抚阳以阴,并在阴者,勇阳化阴。 你这种资料注册,那么这个注册啊,也就充分地反映了六十年临创拥有天赛。 也就充分地反映了情感、弯气的拥有天赛。 所以在对外干疾病的辩证资料上啊,实际上啊,这个很多疾病啊,那么它都有一个这个过程,都有一个外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始终强调这一点。 times 5.16.16 6.15 367.17 608.222 年 2.142 9.15 年 316.757.18 build 就 considerable 也就是所谓古人讲的一样,善直者,直辟帽。 这直起来就很简单,可以理肝见义,就可以放缓于为人。 那么才不至于疾病一步一步地生入。 但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问题,就很多是很牵线的疾病,从而导致疾病不断不断地加重。 那么我们这些规矩得属于医治国。 所以对于标准的初期啊,我们常常呢,我们常到啊,就是用柜子发。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治疗法则,很简单。 或者呢,用符字、柜子发。 那么这些发去治疗。 就很多临床上的标,然后到力的问题啊,都可以得到戒队了。 我们再依据啊,人体整齐的参数。 以及呢,以及感受血气的轻于众。 那么在方有的配物,以及伎量上,那么要灵活地这种掌握。 要灵活地掌握,要权衡,变痛。 那么这样,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就是使患者多发汗、少发汗、违汗、或者是不出汗, 或者是反而能够使虚汗得念。 就是本来是出汗,但是它这个汗是虚汗,一下就给它收敛了。 就刚才一个小朋友,那么我看它那个情况,它就是它有汗, 最后它绝对应该是要出汗的晚上,因为它的这种美,就还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它说,六六红给它治疗过后,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晚上不出汗了。 那么就是说,这一步那么达到了。 这个是好事,对它以后它这个病的治疗。 这个病是很麻烦的一个病,是先天性的疾病。 是运动生肌炎,急运量不良。 这个基因变异,有催生。 那么像这一类的疾病,实际上也是能够解决的。 但是结局呢,它的周期要长一点,周期要长一点。 你看,开始的汗,出虚汗也好,出道汗也好,慢慢开始, 那么它就已经没有了。 那么如果我们再下一步,再进一步的去, 它有可能机遇一样的情况会得到改善。 它看中一样猪了。你看,刚才小孩的气色也就不好,是吧? 无水娃娃,那么应该是水顺儿红红的, 连着人应该白的头红,但它没有,它气不够。 它无化。为什么呢? 堪阳不救,先天就不救。 它由于堪阳本身不救, 所以它接受后天事物只争取它,必然不救。 这就会导致它的丈夫激怒,它的器官,它的主旨, 就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如果,而且治这个病,一定不能够离开。 先天的真样,就是堪阳这一样,还不能离开后天。 你披阳。 但是先天的样久了,披阳自然也会亡。 但是这个是个前提,如果你只考虑到后天,你不考虑前天, 那么这个病,披阳。 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可以追访这个病。 这个小孩,他有可能抗治。 所以,我这里谈到的贵之法,或者是负质贵之法,或者是负质贵之马红细心法。 那么这些法,它可以变化无穷。 所以这一法可以俗用。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愁消而不善政。 为啥呢?我们始终抓住了这个看中这一样的一面。 抓住了政的这一面。 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你始终从头自尾都抓住这一点。 它的政器只有一天天补起来了。 所以作为一个医者,那么过去这样,一个病人到你的面前,他接受你的治疗。 如果你的功夫不到,你没把病也要治好。 但是,你应该说到,一病不好,就病还原。 不要给人家加病,这都算高手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搬不到了。 所以说,走进去的,是哪里出来了? 为啥呢? 这就是,作为医者,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我们的辩证,我们的立法,我们对人体生理病的人事。 但是,我觉得,没有把根找住。所以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不是在派的问题。 张宫廷说,啥子派? 黄帝内经的作者是哪一派的? 那么对于虚神性的疾病的资料。就是对上的这种资料,强调什么呢? 同样的,我们还是强调,必须要抓住温父先天真仰这个重要关系。 始终抓住这一点。 所以,在令创立,勇方勇悦善,对江府的介入,要越照越好。要越善为越光越好。 在这一点,做一阵很难搬倒。那搬倒就是什么?就说,你这个变成成呈面,你就在那个呈面。 你中而且造它虚寒的那一面。它表现了没有,你表现了很典型的,哦,你这个人才用。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晚了。要走得造。 终于不是强调制卫兵吗?现在不是闹得很热乎吗?终于制卫兵现在又搬出来了。实际上,复养就是制卫兵。 为什么复养制卫兵呢?你看,南徽兵,不知道你们见到没有。南徽兵到四川来,实际上他就是。不知道他本来还接得到。 因为我祖父啊,这是复兵家的那些人的关系,相当好。在我们家里有一个贴点。就是我们在奉大的节礼的时候,大的节礼,节期的时候,那么都要煮食泥汤。 那么只要奶的人,那么都喝上一碗。这就看见了就是不看你的,说自己这个人是奶的老少。这就没得变证了,不管你是本地的话,外地的话,先喝一碗再说。 那记得,这个很大锅的啊,这个福建都是四斤,二十斤的大锅能够煮。 那么在冬天家,那么就是十烈汤加羊肉。 十烈汤要加羊肉,还要加十烈鱼。十烈鱼是什么?红辣椒。 那么冬天冬至的时候啊,在这个节里,那么奶人就可以喝,招待你的。南淮景在我们家里就喝了。 所以,我记得哈,在我祖父去世的那一年,九六三年。 恰恰就是有很多来调研的人,很多啊,上千人,执法的啊。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都从单位上出来了。 虽然是神领导啊,还是中国国家,还是中研究院啊,还是中研究院啊。 还是中研究院啊,还是中研究院啊。那么这还发了远点来。 但是呢,还是随民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形式。 我记得就是最贴别的事,我们蒙古老师,我们蒙古老师就是一个, 十烈汤猪羊肉。 为何来恰恰就是,有人提供了两只羊子的肉。等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是很确定啊。 那么就用这个来等起来招待,来调研的人。 那些人,那些人就是不管大人,小孩。 就是为什么?就是体肠啊,就是一直在体肠,就是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 能够去温抚我们人体的氧气。你就不会得病,你身体就强壮。 所以,通过啊,去遭的介入,去遭的去使,去用,去光用,遭用,重用。 就说要达到一定力量,这个量一个度力,一定要把握这个度力。 一会儿我谈到这个度力问题。 那么这就可以啊。 有点,是养肃。 是养肃而金血生。养肃而饮腿。养肃而饮虚得消。 是养肃而虚贺归。 这就为大刀,开地之神的妙效。 所以,您正常常用重金的使你背痛。 那么,其实呢,我们卢士就更善用指令的使你发,这一类的变方。 是养肃而虚贺归。 所以,实力的法就是负贫、制干草、生姜。 实力的法就是负贫、干草、干姜。 变成生姜。 那么这就很广泛地运用了,就很广泛了。 你加上很多就是很多油的这种猪贺。 但是它都是以这个使你付先天鸳鸯这一个基本点。 这个是干。 所以,干居木章就在这里。 始终抓住这一点。 所以,如果能够真正的活法言通,那么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可谓呀,子兵中在父养,庸又多为鬼父将。 对于新闻抚养的余,陆竹子他给了很高的评价。 在庸又无参数里面。 所以,庸又无参数也就是把《圣龙奔朝经》我们常用的余都进行了参数。 那么这种参数,还不只是参数这一个维若本身的问题。 还要参数,比方福片和鬼子相互。 福片和生姜相互。 福片和干姜相互。 福片与藏处相互。 福片与白处相互。 福片与杀人相互。 福片与鲁巴相互。 与养护相互。 这一样药,它可以有很多结合体。 但是这种结合体,它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两个结合体的作用。 三个一起的结合体的作用。 四个一起的结合体的作用。 五个组成的方的结合体的作用。 如果是把它阐述得很清楚,你这个就好像抽象欢笑了就。 你就可以把它组成一个你当时在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张方在失灵的不一样,拥有的不一样。 后者的社区就不一样。 这实际上就是周语的抽象欢笑。 挂都不通了,知道吗? 在这里面是很复杂的。 以后呢,对这种问题的话,不能还花更多的时间来讲解。 但是这种讲解呢,就是传承性的了。 就是传承性的了。 有时候,有一段后,涉及了美业相的问题。 这个美业能说清楚吗? 如果在这儿刚刚我们都把美业说清楚, 那就给中医院校的教学是一回事。 我也讲中医针对。 学生能懂吗? 江美一共,有些人就说,把学士说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四个学士就要把真法讲完。美丽正法,整得完什么? 所以说,大学生这个中间学了下来以后,莫莫是啥气的,还是不晓得。 所以现在这个大学也就好像不莫莫了。莫莫是啥莫呢? 我记得第一次,去年我们在大学是五十多几周年,最早嘛。 那么这个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欢迎省委书记,小秦嘛,穿的背大瓜,挂的挺整形,然后就是在门口就派进,欢迎。 你们这个地方是华西国大学吗?还是成都中大学?